《耶稣》 《耶稣》 大家好,歡迎收聽神中課 耶稣我們唯一能求告的名 今天是4月25日 題目是《人的元首》 全心節記載在哥羅西書一章15節 愛子是那不能漢見之上帝的像 是守生的,在一切被造的已先 內文說到 今天乃是教會中每一個負責的人 和每一位信徒 應該使自己工作的各方面 和上帝聖言中的教導密切相符的時候 我們要藉著不倦的警醒 熱切的祈禱以及基督化的言行 向世人指明上帝期望於他教會的一切 那個作為榮耀之王 天上之君的基督 從他高位上監察到世人的狀況 他哀憐人類的軟弱和罪 便到世上將上帝顯示與人 他離開皇庭 以人性披復了他的神聖 親自來到世上 為我們得福的緣故 造就完美品格 他並不揀選地上富貴人家為安身之所 而是出身在貧府悲賤的家中 住在那個被眾人輕視的拿薩勒村 以及他長大到使用工具的年齡 便分擔供應家庭的責任 基督降碑成為人的元首 受到人類所必須經歷的試探和苦難 他必須明白人類那個從墮落的仇敵手中所受的是什麼 才知道怎樣去搭救被試探的人 而且基督亦都成為我們的審判者 天父不是審判者 天使都不是審判者 各位親自取了人性 又在世上度過完全生活的主 才是要審判我們的 唯有他才能作我們的審判者 弟兄們 你們願意記住這件事嗎 傳道人們你們願意記住這件事嗎 為人父母者你們願意記住這件事嗎 基督取了人性以便作我們的審判者 你們中間並沒有什麼人被派作別人的審判者 你們所能做的只是教訓自己 所以我奉基督的名勸你們聽從他的境界 切莫將自己置於審判的為上 我耳中天天聽見這個訊息說 從審判的為上下來 全謙卑的心下來 沒有一個時代比現在更需要我們寫記 並且天天背起十字架了 試問我們願意實行寫記到哪個地步呢 全文記載在正言、精選、卷三 原文382、383頁 外文分享到這裏 深入思考是 什麼是我的十字架 當我現在跟隨基督時 我需要背起什麼呢 歡迎天天繼續收聽 拜拜